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生起抱过来 甚至牵上一口的念头 旁复还能将离男的独子涌入怀中 侯友宜回忆当时次女的遇产期 竟然刚好5月15日 以及大儿子的近日 这让她非常犹豫 莫一妻子如期不免 到时候是要为死去的肠子痛哭 还是为次女的出事 而欢心呢 最后经过小两口讨论决意 女儿还是在5月14日 这天下这个世界报 到了 侯友宜秀出女儿迷月卡 她在上头有感 而发的写著人生无常 谁能掌握 得知是福 师父本然 而这段话也成了她的座右铭 侯友宜提醒自己人生再痛 也不过儿子死的那一刹那 因为所有痛斥心扉 柔常顺断 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感受 她都经历过 足以让她后来面对刑案中的被害者家属时 皆能感同身受理解对方的心情 侯友宜谈到早逝至此类了 侯友宜 左接受黄黄琴专访 侯友宜 左接受黄黄琴专访 侯友宜 侯友宜 左接受黄黄琴专访 侯友宜 仍然傅 咱尬 你